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鬼面之人那些让人抓破脑袋的未解伏笔 无产千年拽约不到的蓝色皮安花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心丧嫌之舞到底去了哪 还有原因那十三之行的秘密 看自然真的学会了吗 这些悬而未觉的细节 不仅吊足了胃口 还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看漏了几页漫画 所以快订阅吧 没错就是那个亮亮的订阅按钮 点了它 你就成了我们解谜团的一员 别忘了点赞分享 拉上朋友一起进来 一起上头 毕竟大家才是鬼面宇宙的真正专家 准备好了吗 谜团大解密 现在开始 园医和炭治兰的十三行是一样的吗 首先答案很简单 不一样 园医的十三行 就像豪华定制的超级跑车 而炭治兰的十三行 更像是借来开几圈的四家版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都能让无产刷那些怀疑鬼神的招式 让我们先来沾养一下 这位呼吸法天才祭国原意的操作 第187话中 他单枪平满迎战无产 用的是他自穿的完成之行 这不是普通的十三行 而是那种一击了断 直接让无产沉睡片的顶级呼吸法 无产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喊出这不科学 身体就已经十分五裂了 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再生失败 原意的这一招厉害在哪 一击必杀 干净利落 不需要复杂的预热动作 更不用花费时间重复十二行 原意靠着通透世界的洞察力 和天生卓越的天赋 直接打出了鬼杀界的天花板极战斗 再看看我们的主角炭治郎 他的十三之行从哪里来 简单来说 就是拼命练习十二个剑行 把他们连成一个闭环 炭治郎的逻辑是 我转我转我一直转 最后力量叠加 总能打出一点不一样的花样来 这样重复性操作虽然辛苦 但效果还算不错 至少让无产有那么几分钟的头疼时间 但是与原意的完成之行不同 炭治郎的十三之行 需要花时间启动 威力也依赖循环的完整性 显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 所以炭治郎的十三之行 更像是原意巅峰技法的解化版 而这并不是炭治郎不够努力 而是原意的天赋太过离谱 他的天生能力 让他能够在短时间内 创造出极致呼吸法 而炭治郎的呼吸法 更多是透过后天努力和感悟所得 简单说 原意是打怪升级直接当满级 而炭治郎需要一步步刷经验值 此外炭治郎的版本 可能是为了弥补鬼杀队的能力不足 将原意的完成之行 拆解成可以学习可以实用的版本 毕竟鬼杀队需要的 是一群能稳扎稳打的团体力量 而不是像原意那样强大的独行侠 原意和炭治郎的十三行 表面上看有传承关系 但实际上差距巨大 一个是天才创造的独门绝技 另一个是勤奋努力的循环神技 但是无论哪种版本 它们都让无产头疼不已 这就足够了 鬼灭之人里最神秘的谜团之一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赵美兄妹 炭治郎和蜜豆子 如何从鬼重新变回了人类 嗯,再一看是药的功劳 但就这么简单 先说药吧 这可是故事的重头戏 根据剧情 蜜豆子是服用了诸事研发的 鬼转人的药物才变回人类的 炭治郎呢? 则是靠人用紫藤花 调制的解药 两种药物 效果明显 连无产的鬼王效果都压制住了 堪称抗鬼神药 但问题来了 其他鬼为什么没有恢复成人类? 诸事和人的药 是不是只对赵美兄妹管用? 这背后的原因 可能有更深的秘密 第127话 偷偷给我们透露了个大瓜 蜜豆子的血液 是制作鬼转人药物的核心成分 换句话说 没有蜜豆子 这药连原材料都臭不起 更奇怪的是 蜜豆子是唯一阳光免疫的鬼 这点连无产都想不通 所以问题在于蜜豆子的血 蜜豆子的血液 是不是天生部分免疫鬼基因? 或者是小时候吃了什么才这样的? 还记得无产千年找不到蓝色皮安花吗? 炭治郎的记忆告诉我们 这花不仅稀有 还可能跟他们兄妹有关 炭治郎的母亲奎姿 竟然知道这种植物的生长地 小时候并带着炭治郎和蜜豆子 去过蓝色皮安花的地方 所以猜测一 炭门兄妹小时候 可能吃过这花 或者闻了太多花香 于是身体里留下了某种特殊成分 而猜测二 这花本身是个大线索 但真正的关键是 蓝色皮安花竟然种在 寄我原意妻子的墓地旁 这个设定 难不成还有什么浅世因缘? 我觉得吧 故事为恶能从鬼变回人类的炭门兄妹 绝不是因为药物才能变回人类这么简单 如果这么简单 我就说了 鬼沙堆阵营也不必那么辛苦 见到鬼了 随便一针就将鬼变回人类 还用什么热轮刀? 所以赵门兄妹的身体 一定有特殊因素 导致他们能变回人类的 为什么斑文者都活不过25岁? 是基因的诅咒 还是命运的玩笑? 你以为开挂就能为所欲为? 对不起 斑文者告诉你 想当猛男? 先教寿命 先科普一下 斑文不是纹身 不是炭治郎在油锅团锅的纹身贴 它是剑士门战斗力爆炸的纠集效果 激发斑文需要三大条件 呼吸法开到极致 心率飙到200以上 体温烧到39度 注意这数值 已经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了 简直就是挑战人类极限 斑文的好处确实诱人 战力爆表 恢复力无敌 感觉像是把自己瞬间升到100级 炭治郎武艺狼蜜离 甚至义勇和石迷 各个开斑文后 打得鬼爆头鼠串 可是这背后隐藏一个心痛的代价 25岁 这就是你的外挂保值奇 为什么斑文者寿命都卡在了25岁? 原因简单粗暴 你以为是外挂? 其实是寿命的分期贷款 用斑文的力量 等于提前透支身体机能 就像开着三轮车飙法拉利速度 分分钟发动机爆钢 从物理角度看 心率飙到200以上 体温高到39度以上 这种状态下打架 对心脏的压力比你加班还大 所以25岁已经是硬件崩溃的极限了 可是批评故事里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我们的挂王 祭国元一 他不光开了斑文 还活到了80岁 元一 真不愧是斑文者的自由人 元一的情况是斑文史上的谜中谜 别人25岁gameover 他80岁还跑去砍鬼 凭什么? 答案只有两个字 天父 元一天生神体 七岁秒熊掌 成年秒鬼王 天父从两胎里带出来的 他的身体素质 本来就比普通剑士高出好几倍 开个斑文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再来呼吸法修炼到了极致 元一对呼吸法的掌控 已经不是高超能形容的 是艺术 简直是呼吸法的爱因斯坦 说有呼吸法的鼻祖啊 最后是元一未知的体质优势 是不是基因突变 还是说元一是鬼杀队里的超级进化 这些都没人能解释 但显然 他身体的耐受力远超常人 说到这儿 我们贪子兰能否也能打破25岁寿命线的魔咒 那就是一个谜啦 毕竟日子呼吸传承着贪子兰的父亲 奄奄一息的样子 也不知道有没有过25岁 如果不是热自呼吸的话 难道是元一拥有某种神奇体质 总之身为唯一一个 80岁斑文者 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其所以然 不知道你们又怎么看待 继国元一天生斑文 却活了那么久呢? 如果说鬼是鬼灭之人中的顶级大阪派 那么紫藤花 绝对是抗鬼神物 从开篇到最终决战 这种花不仅仅能寻云鬼 还能独捣鬼甚至还能让鬼洗白成正常人 故事第六话 探子狼在追踪选拔的藤星山上 遇到了满身辟底的紫藤花 别看花开得温柔美丽 其实鬼早就被花香屏蔽了 紫藤花的消气形成屏障 让鬼们只能像囚徒一样在陕里徘徊 这是什么概念? 简单说 就是一个香薰版的牢笼 食用又环保 到了第203话 紫藤花又发光发热了 这一次 蝴蝶人拿它做出了人类还原药 成功帮助贪子狼从鬼之王的状态中 回归普通人类 这一波操作 堪成逆天改命 可以说没有紫藤花 贪子狼可能就要 在无产的鬼神规划里 永垂不朽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鬼那么害怕紫藤花? 第一 香气太强 鬼的鼻子受不了 鬼之物偏离 送鸭都建议贪子狼 随身带紫藤花香带 鬼的神经系统 可能特别怕这股香气 吸一口直接倒地不起吧 第二 毒性过猛 鬼的细胞崩溃 蝴蝶人的毒树中 就完美利用了紫藤花的毒性 这种毒不仅直接杀鬼 还能破坏再生能力 换句话说 紫藤花是一种无痕切割的化学武器 第三 紫藤花吸收了大量阳光 紫藤花喜欢阳光 这种高光需求植物 可能储存了阳光的能量 像热轮刀 通过吸收阳光杀鬼一样 紫藤花的这种特性 可能跟热轮刀一样 让鬼一践踏就头顶冒烟 虽然紫藤花在客轨这件事上 表现得不错 但还是有些问题让人抓头 比如他的毒性原理到底是什么 和热轮刀一样吸收了阳光 还是另有玄机 另外紫藤花在客轨上 是否还有更大的潜力 这些悬念留给你们慢慢思考吧 幻瑞学战 这个机制让鬼内部 充满了共度剧的即视感 甚至可以说是鬼界版的夺权大赛 这些兜欧中 掺杂的可不仅仅是导光剑影 还有一肚子的心机与恩怨 首先什么是换为血战 简单来说 就是下位鬼对上位鬼发起挑战的机制 规则很简单 首先下位鬼对上位鬼说 你不行 我可以 然后双方打一架 胜者直接升职加薪 成为新的高位鬼 最后也是有趣的地方 胜者还能在无产大老板的许可下 把败者吞了 没错这不仅是常考试 还是个把你全吃掉的游戏 这设定听起来让人血脉膨胀 换为血战不仅仅是提升排名的捷径 更是鬼族内部权力斗争的集中体现 毕竟当鬼也不容易 只有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 才能更接近无产的核心圈子 说到换为血战 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伊沃座先生了 他的鬼生涯发生过几场血战经历 第一次血战是对战黑史谋 在鬼杀队建文录中明确记载 伊沃座曾挑战黑史谋进行换为血战 结果被黑史谋一刀解决 拜德纳叫一个彻底 不过黑史谋选择放了他一马 让伊沃座严重觉得自己受到侮辱 甚至扬言 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掉你 结果呢 嗯 还是没干成 还有一次伊沃座可能是对战同魔啦 同魔那张嘴简直比刀还锋利 他不仅嘲讽伊沃座打不过黑史谋 还暗示自己今生比伊沃座快得多 要知道 同魔可是比伊沃座晚成鬼 却能以火箭速度爬到上险之二的位置 这背后多半经历了很多场血战 而伊沃座很可能也是同魔的其中一个对手 虽然正片中没有描写 但这两人一定有过一场腥风险雨的对战 否则同魔拿来的底气笑到最后 换为选战虽然是鬼的独特生殖机制 却在正片故事中并没有太多描述 这让人不禁好奇 如果鳄鱼老师用几话描绘鬼之间的内卷大战 岂不是比单纯啊 鬼杀对对战鬼珍妮的剧情更有感觉 这些疑问在正片中并没有解答 但他们为鬼灭之刃的世界观 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 如果鬼灭之刃未来推出外传 换为血战绝对是最值得深挖的设定之一 想想那些未被揭开的鬼之间的纷争 勾心斗角 血心对战 甚至无产大老板的最终裁决 这完完全全可以成为鬼灭外传的题材 如果你以为鬼杀队 只是能看鬼就是搞手 看得多就是大佬 那你就真低估了这个组织的精致程度 他们可不是乱来的啊 全员都有等级划分 第75话揭示了 鬼杀队的阶级制度 从高到第一次为 甲乙丙丁 物极更新任魁 我们从头讲起 每位通过追踪选拔的新人 都会从最低级别魁开始 别看名字好听 其实翻译成人话就是菜鸟 探赤狼善以一支柱 三兄弟虽然过关斩将 但依然没能达到顶级的甲等级 只能算是鬼杀队阶级的中游选手 你说他们委屈不委屈 把都打了 公子却还和生殖无缘 怎么想都有点色畜的味道 但阶级提升 也不是全靠主角光环 他讲究的是硬实力和鬼的投诉 杀鬼越多 任务完成的越漂亮 职位就越高 公子也称称往上涨 最低的困积 每月大概拿吃饱饭的工资 勉强算得上火的下去 而到了柱呢 工资无上限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反正高风险高收入嘛 有些人可能会误会 柱是不是就相等于甲 那我告诉你 你可真想多了 柱其实是个特别称号 代表了鬼杀队的最强战力 每一个柱都是绝对的大佬 但是想成为柱的前提之一 就是达到甲等级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关注 这个几乎被忽略的鬼杀队等级排行啦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 这个甲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成为柱的条件之一 是要达到甲 是不是意味着甲等级 就是柱的候补选手呢 可奇怪的是 这个故事里 我们连一个明确的 甲级别鬼杀队员都没见过 鳄鱼老师 你好歹给个例子啊 这可是我们观众最爱看的 战斗力排行榜啊 这个鬼杀队等级排行 只有轻轻提到过一下下 之后都没有再深入说明啦 等级排行榜就这么神秘的消失了 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炭治兰他们虽然没来得及成为甲级 但实力早已接近住的水平 换句话说 故事结尾时 他们的等级应该是 还不属于甲级 但鲤鱼老旁边 应该备注能力超出预期 鬼杀队阶级制度 就像一道未完成的伏笔 尤其是甲这个级别 让人浮想联翩 也许未来的衍生作品 会揭开这层神秘灭杀 让我们真正一读甲级箭矢的风采 毕竟大家都爱看 高等级玩家炫技打鬼啊 如果真有序作 拜托多发点福利 不然我也只能靠脑补过瘾啦 据说鬼魅之刃里 这上弦鬼的座次 可是比职场晋升还要激烈的战场 谁实力不济 分分钟位置不保 而观众以为这是一场 席位全埋的鬼杰春晚 却恶然发现 上弦之舞的座位 自从玉虎死了后 上弦之舞之位 就没人做啦 我们得从上弦鬼的历史说起 在刀江春之后 经过一轮精彩的战斗 无产的上弦大军 直接空缺了几个席位 于是新鬼迅速补位 比如新上弦之六快乐 和新上弦之四名女 纷纷登场 但是明明有上弦之舞的位置 为什么没有鬼上纲 有一种说法是 无产大老板根本没有安排新上弦之舞 他大概觉得 遭鬼还得看缘分 这么短时间 还不如凑合用现在的劳动力 毕竟无产队下手的要求 自苛刻 堪比完美主义的面试官 合适的鬼 估计还没找到 就被他拍成炫末啦 如果不是无产不想安排 那新上弦之舞 会不会已经秘密上线啦 但被剧情开天窗了呢 一种可能是 这位新上弦之舞 登场即下线 还没来得及给观众留下印象 就被鬼哨队员幸运秒掉啦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测是 新上弦之舞 其实活跃在某个未公开的番外故事中 可能正在其他战线和鬼杀队较量 毕竟鬼灭之刃 还藏着不少未解的知线 给粉丝们无尽的脑补空间啊 宣控的上弦之舞 究竟是无产没招到人 还是鳄语老师没画到位 没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未解之谜 为粉丝圈提供了无数想象的空间 他是谁 他强吗 还是说 这个位子根本就是个都市传说 总之上弦五的谜团 既是设底上的一个遗憾 也为鬼灭之论的世界观 添了一丝神秘 一台破旧的训练傀儡里 竟然插着一把神秘的黑刀 听起来有点像个江湖传说 在第一百灵世话中 贪子狼与元一灵世过招 结果一不小心 怕人家傀儡打坏了 露出了一把袖极斑斑的黑刀 接着刀将钢铁轴印出马 怕这把刀修得异异生辉 但是刀的来历 却像一个悬难一样朴朔迷离 到底谁才是这把黑刀的前主人 根据小铁的描述 这把刀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也就是说 它来自于战国时代 臭巧的是 寄国元一 鬼杀队最厉害的剑士 正是战国时期的人物 两者时间线完美对齐 就像谜底和谜面天衣无缝的契合 这要不是元一的刀 那也太巧了吧 贪子狼的心当修复后 呈现出一种深邃的漆黑色 看了贪子狼目瞪口呆 这黑的好高级啊 而根据漫画第113话 元一的热人刀 也是这种少街的漆黑色 黑刀在鬼杀队的历史上 非常稀有 但元一和贪子狼的刀 却一模一样 有这么巧吗 两把同样的黑刀 还是有可能这其实 就是同一把黑刀呢 还有一点 这把黑刀的刀身上 刻着一个灭字 多巴奇的一个字 刚巧在第174话中 80岁的元一与黑石谋决战时 它的刀上也刻着灭字 如此看来 这把刀十有把九 就是元一的原装的日轮刀 在元一时候 被藏进元一灵石里保存下来了 蓝色平安花 这个传说中的植物 不仅让鬼五十无产 花了一千年追逐 还让我们这些观众脑洞大开 到底它是让人变成鬼的药 还是能帮助鬼克服阳光的救命神器 话说平安时代的无产 可不是后来的鬼之王 那时候的他 这是个病得快要蒸发的倒霉蛋 为了活命 他向一位善良医生求助 医生呢 心怀疑学梦 拿出了一款出于实验阶段的药 主要成分就是蓝色平安花 无产服药后 没等药效发挥效果 就手起道路 把医生解决了 脾气简直是鬼王级别的 结果没想到药效随后开始显现 无产不仅没死 身体还变得超强 肌肉爆表 不老不死 但是问题来了 副作用也很爆表 阳光一照就化灰 只能靠吃人火下去 于是他从一个病弱的人类 变成了鬼boss 从此踏上了追逐蓝色平安花的千年马拉松 那么问题来了 蓝色平安花的药效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 编鬼的药 蓝色平安花确实存在于鬼灭自刃的世界中 是一种稀有植物 一年只开花两三天 还只在白天的几分钟 到几十分钟内开花 对一个不能晒太阳的鬼来说 找到它比登天还难 医生用这种花做药 可能并没有想过要让人变鬼 而是想改善无产的体质 药效之所以让无产变成鬼 很可能是因为无产服用不正确 把药用歪了 可以说蓝色平安花原本是救命药 却被无产用成了鬼花药 第二 蓝色平安花是克阳光的药 无产认为蓝色平安花 能让它克服阳光 但真相可能不是这样的 蓝色平安花的作用 更有可能是 打破人类和鬼之间的界限 药效并不能解决阳光问题 如果无产真的找到蓝色平安花 估计它会发现 自己白跑了一千年 啼笑皆非 让人感慨的是 无产推蓝色平安花的纸念 成为它最大的悲剧 它活了千年 却从未找到蓝色平安花 它的努力 就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追逐海市蜃楼 永远看得见却永远摸不到 好啦 今天的伏笔 挖到这里告一段落啦 答案虽然还是选择 但我们相信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脑洞 飞驰的时刻等着我们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 那就赶紧订阅吧 没错啊 那个红色的小按钮 让它变灰 你就加入我们的解谜小分队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把这个影片转发给 同样喜欢鬼灭之人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疯狂分析 再现燃烧脑细胞 好啦 评论区交给你们 带上脑洞一起开会吧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